各位观众朋友打午安 欢迎收看标股及先锋 我是张怀茨 台股上周历经震荡 本周迎来反弹行情 一开盘是大涨了352点 不过随后脉牙出笼 跌幅涨幅也收敛 中场仅上涨了45点 未来盘市到底怎么观察呢 赶快听您请教专家 是我们的资深分析师林中祥 中祥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 好 中小老师就要请教你 感觉台股反弹好像有点不够利 尤其是上规指数还油红翻黑 而且感觉就是上个礼拜跌圈之股 这个礼拜执掌圈之股 小新股好像惨兮兮的 这个时候投资朋友手中的个股 还有持股到底应该要怎么操作呢 好 今天在这里 虽然同学看一下 今天大盘最高开盘的时候 涨了多少 涨了352点 涨谁 涨台肌电 对不对 涨谁 涨红海 对不对 结果 开红之后就一路跌跌跌跌跌下来 尾盘的时候稍微瘦一下 我们看一下今天中小新的股票跌得很惨 IP股也跌得很惨 老师为什么会跌那么惨 对不对 因为上个礼拜在这里 创意说他这个第二季赚了不少钱 但是消费型IC不好 那所以在这里台积电又说这个要涨价嘛 对不对 所以创意今天一跌停 四星 爱卜 在这里还有甚至资源 也都杀到跌停板 但是有的股票明天就不一样了 同学 我在这里告诉你 有的股票明天就不一样了 所以同学 你要不要加赖 你要不要加赖 分享标股的攻击模式 老师加赖到底有什么好处 你看一下 同学不要说我没有告诉你 你看一下 我跟你讲 四星2760 对不对 资源326 安国195 神盾300块 我是不是告诉你 安国我们卖掉了 对不对 神盾我告诉你300块 对不对 四星在这里都跟你讲 你现在现在要卖 我们看一下 今天大盘在这里 开高之后 一路往下杀 对不对 那主要杀谁 主要杀创意啊 创意开盘就 咚一下就跌停板了 尾盘的时候 有一千多张 但是今天跌停板成交很多张 那如果在这里是法人买的 那明天开地之后就会走高 所以就不需要太担心 但是我有告诉你 对不对 怀迟做我的见证人 因为怀迟有加入我的 来看一下 最高什么2760 老师你怎么那么准 你怎么知道最高2760 就杀下来 老师我在2760 我如果先卖掉 收盘价再买回来 我就赚260块 对不对 明天注意看 我不要谈 因为今天爆大量 底部爆大量 对不对 那今天 爱普也 爱普也是开高 跟着杀 但是爱普这里有 尝试着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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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盘 有一点买单 因为他要公布第二季的财报 我认为爱普的财报绝对比资源还好 我们看资源 资源最高326.5 有没有 那同学看一下 有没有准 你手上有资源的 开盘你就订326把他卖掉 你就不用在这里再看跌停版 对不对 那明天资源会不会反弹 明天资源会不会反弹 我不知道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看到筹码 赶快加赖嘛 对不对 你不加赖我要怎么告诉你 对不对 好安国 对不对 我们上个礼拜五涨停版 我说我们卖掉 还有人告诉我 老师我被洗掉 我说不会被洗掉 都有机会买回来 你不卖掉 今天从开盘到收盘 你知道差15% 你不要买多 你只要买100万就好了 100万一天15万就不见了 而且不是不见的问题 而且是跌停版锁 你吓都吓死了 对不对 我也告诉你 对不对 神盾 对不对 又是开高走低 杀尾盘 今天有很多IP股 几乎都杀尾盘 但是明天就不一样了 明天搞不好 有的股票会开高走高 老师真的吗 你那么乐观 告诉你啦 告诉你啦 每一家公司上半年的营收 跟下半年的获利都不一样啊 哪有道理说 A跌 B也要跌 没有这个道理 现在是各个股表现 现在是个股表现 我是不是告诉你 主力筹码的股票 我这里没有叫你乱买 你看一下 我跟你讲的精彩 对不对 我跟你讲的细力 你看一下今天的精彩 老师还在涨 对不对 我告诉你的细力 老师还在涨 对不对 上个礼拜就从380几 拉上来 380几 今天最高447.5 是差多少 已经差了一支涨停板多了 所以中小老师 都很认真 很负责的 把我们的赖的讯息告诉你 所以你要不要加赖 对不对 来看一下 我们在这里写的东西 所以技术面来看 这些是强势 但是注意到 世新哪时候开始转强 爱普哪时候转强 老师那不转强怎么办 那你手上不是融资买的 对不对 你可以有一个做法 先卖后买 尾数都是2 都是5 都是8 你看一下 我再有没有告诉你 你看一下 这个 今天爱普尾盘是有大量的买单 200多张算蛮大量 这也不可能是散户去买的 那谁去买 如果在这里是主力 是公司派 是外资去买的话 明天应该就会走高 但是走高到什么位置 你可以先短卖一趟 下来再买 你不知道嘛 不知道就要加我的烂 所以同学 今天说实在 今天杀得跟猪头一样 那很多同学在这里来说 老师 人家说那个机器人 多好多好多好 你看一下机器人 今天的昆颖 开盘价到收盘价也差15% 老师那个机器人 黄仁勋说很好 对很好 那你开盘价一买到收盘 又差15% 老师那个索罗门 很会吵很会吵 开盘价到收盘价 也差个十几% 对不对 罗生 老师那个投信天天在买 对 我也知道天天在买 这里在买 但是问题是 人家买得比较低 外资在卖 对不对 所以同学 你要怎么做 你不知道怎么做 对不对 每天你就在那边追高杀低 追高杀低 同学 你们家不是开台湾银行的 不能这样搞 这样搞下去 今天搞不好又一大堆 我也要交割了 对不对 早上开盘 很兴奋的去买股票 美国股市大涨 到收盘呢 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同学 股票市场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尤其在这里修正 再加上我们知道 台北股市这一波会重挫 其实第一个是涨太多了 有的股票在底部 你不要乱卖 搞不好明天就拉上来 拉上来了 有的股票在这里涨太多了 一定要修正 那再加上你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川普要选总统 说台湾要付给他保护费 同学 我觉得 真的很不合理 平时我们要付给他保护费 对不对 付给人家保护费 人家也不见得会保护你 对不对 我们要为什么要花这笔钱 大家好好的过日子 对不对 股票都已经跌完了还付保护费 那你不是完蛋了吗 对不对 而且我跟同学讲 对不对 我讲这个叫云豹能源 对不对 三天三支跌停板 你看多惨 三天三支跌停板 你连卖都卖不掉 我跟你讲 这一支股票我们没有放空 说实在空单 因为最近 他要除钱除息了 所以也没有空单了 你看 这股票很贼 他都是没有 等没有空单的时候 连续三天三支跌停板 三百三 到现在变两百三 这个是跌死人了 对不对 所以同学不要乱做 不要说 老师 这个听说 这个AI要用很多的电 云豹能源不错 不错是人家不错 不是你不错 你要去追高 你就受伤 所以同学 在这里 我必须要告诉你 明天台北股市 放心的 会有一个小反谈 那要谈什么股票 什么股票可以做现股当充 或是什么股票可以高卖低买 你不懂 不懂 我教你 对不对 同学我讲的话很清楚 那在这个地方 我知道很多同学在这里 做多也没赚到钱 做空被嘎完了 融券最后回补了 才开始暴跌 所以做空 也没赚到什么钱 那有的股票修正 还没有结束 到底要怎么做呢 同学你一定不知道 所以我要告诉同学 加赖 好不好 加赖看这里 加赖 加赖以后我就会告诉你 那很多同学都在想 在这里 老师到底要怎么做 这个盘到底要怎么做 有的股票明明不应该它跌的 它也跌 有的股票顺着是 我告诉同学 上半年是不是 EPS都会出来 对不对 像比如说 我们以创意来说好了 第一季才赚4块多 但是第二季赚6块多 所以合起来赚了11块多 那11块多前破第一点 是从1100块 1090 涨到1690块 一涨就是涨了500多块 那这一波 如果回到相对的低点 会不会再涨个500多块 对不对 大家关心的是这个 对不对 还是说老师 明天还会不会跌停 我大概跟你讲 明天不会跌停 老师应该很有把握 明天它不会跌停 但是明天会不会涨 明天可不可以做 在这里到底要怎么做 当然有一些股票涨很高了 那今天很多同学都问我说 老师今天要做现股当中 要做哪几次 我们今天没有带 同学去做 为什么 因为今天一开盘 有经验的老师就是差别在这里 一开盘就这样下来 你叫我怎么做 你叫我怎么做 有的股票没量 有的股票下沙才出量 要怎么做 对不对 那大家都会说 老师那个听说 听说这个重电股很好 都是好股票 来看重电股 来 中兴电 不是很多老师在介绍吗 你看 好吗 这一根是大涨 大涨的隔天你不卖 啪啪啪啪就下来了 淘气买那么多也没用 外资买那么多也没用 对不对 还有什么 华城 华城比台积电还贵 这有道理吗 最高来到一千块 一千块你不卖 现在变成七百 一千跟七百是差三百 台积电最少 你一千块又跌到七百块 那你就去买 告诉你稳赚的 但是台积电也不可能 对不对 因为台积电是护国神山 那老师台积电能不能买 外资上个礼拜五 不是台积电大卖吗 今天搞不好又买回来 外资就是有钱的散户 他钱就是比你多 他一次可以卖五万张 一次也可以买五万张 搞什么嘛 对不对 所以都被外资去搞 搞完了嘛 所以基本上 大概逻辑就是这样 那有很多同学说 老师台积电不行 台积电可以 鸿海可以 老师我们去做一下机器人 机器人买点要对 你买点不对也会赔钱 老师我们去做IP股 要怎么选 未来会有大行情 会涨五成到一倍的 那有哪几支 对不对 也是要懂 对不对 老师听说那个 这个回答 回答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那个水冷散热 水都溢出来了 老师能不能做那个什么 能不能做那个什么 那个 奇红双红 我泰国里面有血 我说奇红双红 已经投不出来了 对不对 老师那我能不能放空 要看一下他最近 有没有 有没有这个所谓的 因为券单不多了嘛 是不是最近要开股东会啦 还是在这里来说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 要配股配息啦 融捐要最后回补啦 老师双红也破啦 你看我告诉 我在这里就告诉你嘛 外资都在骗人 在这里 八百块的时候 跟你讲上开一千 对不对 结果外资天天卖 你看这里是不是外资天天卖 跟大垃圾一样 不要看 这里是多少钱 这里是八百九十五 八百九十五跌到今天 都变成六百五十七 跌掉两百多块 你看融资还在增加 放空的呢 融券快要变零了 为什么 来看一下 同学 因为他七月三十号要出息 老师 那他出完息会不会涨 不会涨的话 因为出完息 我就可以放空了 对不对 那会不会涨 我还不知道 我要看一下 外资到底是买还是卖 因为外资手上股票太多了 对不对 外资的期货空单 上一次怀迟问我 也算蛮多的 所以有的股票在相对的高点 真的 有时候好消息出来了 在相对的高点 你就千万不要去摸 因为摸了都会有所谓的 相对的一个风险 但有的股票在相对的低点 下半年会很好 未来怎么样会开始大涨 所以你要了解的是产业 你要了解的是筹码 同学 我是不是告诉你 加赖 筹码最重要 有一些股票 如果说相对的市场的筹码在这里 比较安全的 就可以做留意 好 我们先交往给怀迟 请大家 现阶段操作难度是蛮高的 所以涨多 个股要停 看听 但至于哪些个股 已经修正了 差不多了 可以开始留意了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之后 有更详尽的个股分析 欢迎回到标股及先锋 我们先带大家来关心一下 三大法人的买卖超 今天外资是卖超了6.7亿 而投信是买超了61亿 至于自行商 则是卖超了141亿 外资的卖超大缩手了 老师我们明天有没有办法 期待有个比较像样的反弹呢 对啊 刚才我有告诉同学 老师为什么今天有的股票 会杀那么深 会杀到跌停板 第一个 因为每一支股票 都有阻力在里面 同学你一定要记得 不管是神盾 不管是安国 有阻力在里面 对不对 那阻力很简单 他们有赚钱 譬如说 安国 对不对 从106 107 108 一直涨到199 他会不会买 他当然会买 他卖了 他卖了 去引发市场的卖压 尤其很多同学乱做现股当中 对不对 那今天买了 没办法交割 尾盘跌停板 很久一定要卖 对不对 而且最近的融资在高点 来我们看一下融资 来看一下融资 对不对 你看融资 上个礼拜五融资还增加了 他哪一些猪八戒 用融资去买的 对不对 那融资去买的 今天可能在这里来说 也会停损 所以基本上的逻辑 你要先看筹码 外资上个礼拜五 卖了800亿 跌了700多点 合理啊 今天才卖6亿 那为什么有的股票会跌停板 因为有的股票还在相对高点 搞不好今天外资大买的股票 明天开高走高就涨停 对不对 就像那一天 我不是跟你讲安国 我们买在160 170 对不对 隔天开高走高就涨停板 对不对 因为外资还在买 那我们给你看一下安国 对不对 同学看一下 今天跌地板对不对 你看一下 我们上个礼拜 是不是在跟同学讲 在这里买 你看外资店买两天 对不对 那搞不好 业内主页也进去买啊 下来 那你认为安国会跌停跌停跌停吗 也不至于啦 但是他 现行会整理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 那今天因为受到这个 创意跌停的影响 四星今天跌得也蛮深的 老师还是有一套的 来看一下四星 你看同学 周五狂跌嘛 四星2760 有时候 有的同学加入这个 我的Light 8之后 他会发觉 老师你怎么那么准 你怎么都知道 他今天的高点在哪里 你看看 最高是不是2760 那你2760还去追 你不是一天 200多块 不是说2760 你要去追 而是说 你如果手上有 你是不是可以先卖 再买回来 对不对 明天说不定就来到 2600啦 你价差先坐啊 对不对 智元你看一下 是不是来到326 对不对 看一下看一下 是不是326 来看一下 四星跟智元 是不是完全验证 安国也验证 神盾也验证 对不对 老师今天有的股票跌停板 我们看M31 对不对 我记得我在这里 有跟同学讲过 我们在1450块 这边全部出光光 我们公开讲的 老师 今天跌到1100了 那明天 万一有低的话 是不是可以买了 你看 同学还买很多 今天搞不好同学还买 外资是一天买一天卖 反正外资就这样 他涨的时候他一定买 他跌的时候他一定卖 你不要想 你不要想外资 比你厉害在哪里 上个礼拜五 外资还去买安国 我们卖掉了 搞不好今天外资 大卖安国 搞不好卖2000张 那他去买什么 他去买台积电 对不对 你看一下台积电 外资买了6亿 对不对 卖了6亿而已 今天台积电 是不是涨 944 还说最高 对不对 你看外资有厉害吗 外资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是不是在这里 去卖台积电 你看卖几张 上个礼拜五卖几张 上个礼拜五卖了4万多张 今天搞不好买个 3 4万张回来 这就是外资 账他就买 跌他就卖 他为了什么 控制指数 所以同学 在这里 我最希望 同学在这里 尽量不要去追高杀地 你加入我的LINE 来看一下加入我的LINE 加入我的LINE 有什么好处 我会告诉你 如果隔天到什么价位 你不应该去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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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所以同学 那明天呢 因为今天受到创意跌的影响 外资今天不是卖600亿 外资今天才卖6亿 所以 外资 你认为明天会再跌吗 我认为不会 因为美国的期货本来也是涨 所以在这里 我还是要跟同学讲 注意到 旧股民 我就跟你讲 先解套 那老师 我有套很深 套很深 我教你 碰到压力 你就先卖一趟 如果你是现股买的 就可以这样做 融资买的 你说会断头 那我也没办法 先卖再买 先买再卖 每天都可以操作 所以不要怕 在这里同学 加赖就对了 在这里我们先交还给怀直 好 所以中小老师想要请教你 现阶段 不管是产业面 好不好的个股 我们都是短线以价差操作为主吗 对 尽量以短线价差 因为行情不是很好 你不要说掌停板的隔天 你去追 或是你跌下来的隔天 你去卖 都不对 所以最重要还是 筹码在哪里 因为市场 大家现在很悲观 好 感谢仲翔老师的分析 提醒您投资有风险 买卖前仍要选顺评估 标股几先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